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加拿大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1873年,皇家骑警成立,狼以为是狗拉雪橇队 21960年,加拿大首次使用塑料货币,海豚物当海藻 32001年,加拿大邮政推出3D邮票,蝴蝶物以为是花朵 那么哦,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1873年,皇家骑警成立,狼以为是狗拉雪橇队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那个遥远的1873年 当时加拿大的西部还是一片蛮荒之地 法律秩序比较像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在这一年,加拿大政府决定成立一支维护法律的队伍 这就是后来文明世界的皇家骑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简称RCMP,当时称为西北骑警,Northwest Mounted Police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狼 你可能会对这些红衣服,戴着宽便帽,骑着马的人类感到困惑 这些人类不仅仅是在雪地里行走 他们还在维护秩序,追捕坏蛋 并且与当地的原住民和贸易商建立关系 对于狼来说,这些骑警可能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奇怪的狗拉雪橇队 只不过,他们的雪橇是活的,而且会说话 当然,这些骑警的工作远比狗拉雪橇要复杂得多 他们不仅要对付偷牛贼、走私者和其他各种无法无天的人 还要在荒野中生存,面对严酷的天气和地形 他们的存在对于加拿大西部的开发和法律秩序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这些骑警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成为加拿大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的红色礼服和仪式在许多国家庆典和官方活动中都能看到 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无数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灵感来源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身穿红色制服的骑警 你可以微笑地想象一下 他们的祖先曾经让加拿大的狼感到困惑 以为这是一场奇特的狗拉雪橇比赛 不过,别忘了,这些骑警可是严肃的法律执行者 他们的工作和贡献对于加拿大的历史和社会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1960年 加拿大首次使用塑料货币,海豚物当海藻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那个塑料钱币出入锋芒的年代 1960年,当时的加拿大人可能想着 纸币太过实了,我们需要一些更加时髦、耐用的东西 于是,他们决定将塑料引入货币的世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想象一下,你是一条在加拿大水域优雅游异的海豚 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追逐那些飘忽不定的海藻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闪闪发光的海藻 它们不像任何你以前献过的植物 你好奇地靠近,用你那敏锐的海豚嗅觉嗅了嗅 然后用你的海豚智慧得出结论 这不是海藻,这是人类的新玩意儿,塑料钱 当然,这只是一个幽默的说法 实际上,1960年,加拿大并没有真的发行塑料货币 而是在2011年才开始发行塑料、聚合物、钞票 不过,这个小故事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日常物品也在不断地变化 有时甚至会让其他物种感到困惑 塑料钱币的出现,的确是对货币耐用性的一大突破 它们不怕水,不易撕裂,而且寿命比纸币长得多 这对于那些经常忘记把钱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洗衣服的人来说 简直是一大福音 当然,对于那些习惯了在海边埋藏宝藏的海盗来说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塑料钱币即使被海水浸泡 也不会像纸币那样迅速变成一团湖 但是,塑料钱币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比如,如何确保它们在环境中的可持续性 以及如何避免它们最终成为海洋塑料污染的一部分 毕竟,我们不希望未来的海豚在寻找食物时 真的把塑料钱币当成海藻了 总之,1960年加拿大的塑料货币故事 虽然是个有趣的虚构 但它提醒我们,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环境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 而我们作为智慧的物种 有责任确保这些变化 不会给我们的地球同伴带来困扰 毕竟,谁也不想看到海豚因为塑料钱币而感到困惑,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2001年 加拿大邮政推出3D邮票 蝴蝶误以为是花朵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那个让蝴蝶也迷惑的邮政创新吧 想象一下,你是一只蝴蝶 你在寻找花朵的过程中 突然发现了一朵非常独特的花 这朵花不仅色彩鲜艳 而且还能够随着你的视角移动而变化 这就是2001年加拿大邮政推出的3D邮票的魔力 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加拿大邮政决定要给邮票市场带来一些创新 他们推出了一系列具有3D效果的邮票 这些邮票使用了特殊的印刷技术 可以创造出立体的视觉效果 当你从不同的角度看 这些邮票时,图案会产生动感 就像是真的载动一样 其中一款邮票上印有一朵非常逼真的花朵 这朵花的颜色和形状都非常吸引蝴蝶 结果,这些可爱的小生物就被这些邮票上的花朵所迷惑了 他们以为这些邮票上的图案是真正的花朵 于是就开始尝试在上面采密 这个小插曲不仅让人们对邮票产生了新的兴趣 而且还无意中证明了这些3D邮票的逼真程度 当然,对于那些蝴蝶来说 这可能是一次有点失望的经历 毕竟邮票上的花朵并不能提供真正的花蜜 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模仿有多么高超 以至于连蝴蝶这样的花粉传播专家都被愚弄了 当然,这也提醒了我们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 自然界的美妙和复杂性始终是我们学习和尊重的对象 最后,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下次当你在户外看到蝴蝶翩翩起舞时 不妨想想他们是否也曾经被一张邮票给迷惑过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邮票的趣事 也是对自然界和人类创造力的一次有趣的致敬 总结来说 这些故事都是关于一些令人困惑的情景 人类的行为和创造力 有时会让其他生物感到困惑 从狼以为皇家骑警是狗拉雪橇队 到海豚误以为塑料钱币是海藻 再到蝴蝶误以为邮票上的花朵是真的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我们的行为和创造力 可能会对其他生物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同时 这些故事也反映了科技和创新 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 从皇家骑警的建立 到塑料钱币的出现 再到3D邮票的推出 这些创新都带来了便利和新奇的体验 然而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比如环境可持续性和对自然界的尊重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故事中的情景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平衡科技和环境的发展 你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或观点想要分享吗 快来参与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